真正相信因果报应 他齐心动念言语造作 一定会收敌 为什么呢 知道果报太可怕 决定不敢尝试 这些都是事实 我们自己想想 这一生真正是有幸遇到佛法 才明白这个道理 没遇到佛法之前 这些罪业我们尝造吧 过去生中 我们虽然没有寻命通 但是想想看呢 恐怕还是不能避免了 相当然而 一定也是这个造法 这一生当中 在没有遇到佛法之前 佛讲的这些罪业 我都造作过 说佛以后才明了 我明了的是比较早一点 实际上早 也不算太早 我26岁才说佛 才明了这些事情 抗战期间 我十几岁 煞业就造得很重 喜欢打猎 杀也很重 所以很多算命各看相 说我短命 我相信 为什么呢 杀生才懂 怎么不断命 这些僧 生活非常之苦 跟家人不能团聚 我也相信 是业报 我杀生叫鸟兽 一家不能团圆 我应当受这个国报 我造的是什么因 应当要受什么国报 这怎么能避免 真正懂得之后 佛菩萨救了我们 明了四世真相 真正改过自行 不再为自己了 为佛法 为众生 又遇到净土法门 这个一生 才真正得到一个圆满 得到一条生命 怎么样报佛恩 报众生恩 怎么样报 以前我们杀害那些众生的过时 唯一由弘扬佛法 把这个殊胜的法门 介绍给大家 大家将来念佛 读生进土 读成佛了 我这个罪业大概可以消除 才可以能够灭除业障 然后我们下анием 神 我这个罪 对 我 我 这 我 谢谢观看